大部分身材偏瘦的小伙伴都有个困扰 就是似乎怎么练都看不到效果 尤其是穿上衣服之后 完全没有训练痕迹 大家能看出这张照片 是我在练了一年半以后的样子吗 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说 因为我自己一直有这样的困扰 所以在长时间健身和拍视频的过程中 会在想 我们到底该重点练哪些部位 才能把衣服撑起来 看起来更壮一些呢 所以今天就以我个人的经验 以及解剖的角度来看一下 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Let's go 可能大家已经知道了 要想看起来撞一些 最重要的部位就是肩膀 它主要分为前竖 中竖 后竖 三个部分 而增加我们宽度 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肩膀中竖 然而问题在于 我们平时做的很多动作 比如卧推 肩推 俯卧撑等等 主要练到的都是肩膀前竖 并不能让我们从视觉上变宽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才能有效地刺激肩膀中竖呢 第一个最有效的动作 就是测评举 根据2020年的调查研究显示 在对比了虎口朝上 虎口朝前 虎口朝内 以及躯壁 这四种测评举的方式之后 虎口朝内的测评举 对肩膀中竖 有着最大的刺激 这也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很多大神 在做测评举的时候 会用这样的姿势 但是这种姿势下的测评举 并不适合所有人 对于天生肩峰和公骨之间缝隙 比较短的小伙伴 它有可能会压迫你的韧带 造成肩膀损伤 所以为了避免这个问题 我仍然推荐大家虎口朝前 但是身体微微前倾 在这个角度下做测评举 重量会最大化地传递在肩膀中竖上 也能避免受伤的风险 同时手臂微弯 肩膀压低 这两个技巧 都会让我们的肩膀有更好的感受 我最喜欢的方式 是身体朝前 靠在一个60度左右的斜板上 这样还可以避免身体前后晃动 更好的单独刺激咱们的肩膀中竖 家里没有任何器械的小伙伴 可以尝试一下 单臂转体这个动作 俯身趴在地上之后 用单边的手肘着地 身体慢慢向一侧打开 大概到平行于肩膀的位置 停留一秒 感受肩膀的收缩 然后还原 这个动作也能很好地练到肩膀中竖 而且非常方便 随时随地都可以做 另外一个我推荐的动作 是侧身侧平局 因为在正常哑铃侧平局的过程中 前15度更多是刚上肌在发力 而保持侧身的状态 会避开这个角度 更加直接地刺激我们的肩膀中竖 大家可以用弹力绳或者哑铃来做 没有气息的小伙伴 也可以用一块毛巾 定制光滑的墙面来完成 因为肩膀恢复的比较快 所以我们一周可以练两到三次这个部位 那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套 融合了上面两个动作的训练计划 大家可以点个收藏 方便平时使用 要想变宽把衣服撑起来的话 大家一定要多练肩膀 千万不要偷懒哦 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看起来更壮的部位 是胸肌 尤其是上胸的部分 当我们的上胸比较饱满的时候 会更容易把衣服撑起来 就算你有肚子 也不会那么明显 尽管大部分的胸部动作 都会刺激到整体胸肌 但是因为肌肉纤维的起质点不同 不同的发力角度 会着重刺激到不同的肌肉部分 2010年的一个实验里 在对比了20多个胸部动作的积电图之后 他们发现上斜哑铃推举 断头抬式卧推 以及前倾弹力绳推举 对上胸的肌肉纤维刺激 要高于其他动作 然而断头抬式卧推 就和他的名字一样非常危险 所以我推荐 大家可以将另外两个动作 融入到你现在的胸部训练中 首先前倾弹力绳推举 双脚前后交叉 身体微微前倾 在保持核心稳定的情况下 慢慢向前上方推 整个过程试着感受肘部的移动 在顶峰可以双手交叉 来达到胸部最大收缩的目的 保持一秒 然后还原 因为弹力绳会让我们有很好的上胸感受 我推荐大家把它作为第一个动作来做 为之后的大重量训练做准备 另一个动作 哑铃上些推举 尽管非常常见 但也有几个细节 需要大家注意一下 在2010年的一个调查研究中 对比了不同鞋板角度 对胸肌的影响之后 他们发现44到56度的鞋板角度 对上胸的刺激似乎会达到最高 在推举的过程中 大家要时刻保持核心稳定 也就是说不要过度反攻你的腰 因为这样会人为地降低上斜角度 变成一个平板窝推 同时从下往上移动的过程中 大家要想象将你的大臂向内收 而不是向上推 这样会使我们的上胸 得到最大的拉伸和收缩 没有任何器械的小伙伴 也可以在家里做前推式俯卧撑 双手略宽于肩膀放在地上 膝盖微弯 下沉之后将身体慢慢向斜后方推 感受胸部发力 然后还原 觉得比较困难的小伙伴 可以用膝盖着底 如果觉得简单 也可以将腿伸直来做 同样这里给大家推荐一套 融入上面两个动作的训练计划 大家也可以使用其他的上胸动作来代替 但无论怎样 我们只需要记住 沿着肌肉纤维的方向来发力 就都会有不错的感受 另一个让咱们显壮的部位 就是上背部 具体来说是菱形肌 港下肌 中下斜方肌 以及肩后竖 虽然肌肉很多 但它们的主要功能 就是肩关节的外展 以及肩胛骨的回缩和内收 也就是把肘部抬高后的划船动作 尽管上斜方肌发达的小伙伴 也会看起来很壮 但是对于天生骨架比较窄的人 很容易就练成了溜肩的状态 所以我并不推荐大家 过多地去练上斜方肌 而上背的其他肌肉 不仅可以让我们背部看起来更有线条感 同时还能起到还原良好体态 看起来非常挺拔的效果 我最喜欢的动作 仍然是找一个斜板 将胸卡在斜板的顶端 做高位哑铃划船 这样不仅可以让我在动作中 完全地拉伸肩胛骨 再进行收缩 同时还能避免腰 因为没有支撑而受伤 没有斜板的小伙伴 可以用哑铃或者负重的背包 做一个单边的高位划船 和普通划船的区别在于 我们要抬高手肘的角度 将手肘向外打开 而不是向后拉 这样才能练到我们的上背部 而不是背阔肌 或者我们也可以用 常规的绳索来完成 选一个比较宽的手柄 抬高手肘 将重量慢慢拉到我们的胸骨位置 在拉的过程中 要避免身体前后晃动 因为这会出现腰介力的情况 同样因为没有支撑 我推荐大家选择轻一点的重量 来保证动作标准 另一个非常好的上背动作 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面拉 它的优点在于 可以刺激到很多肩胛骨周围的小肌群 从而增加我们背部的线条感 大家可以用弹力绳在家里完成 也可以用绳索挑战稍微大一点的重量 但重点仍然是全程保持躯干稳定 避免前后晃动 这四个动作 大家可以选择其中两个 融入到你平时的背部训练中 但是我强烈推荐 至少有一个动作 用大重量来完成 因为通常无论是划船 还是下拉 等等大重量的动作 我们主要刺激的都是背阔肌 而如果你跟我一样 也是上背比较薄弱的话 大家可以把它安排到第一个动作 用大重量来刺激它 其实很多小伙伴练了很长时间 没有效果 就是因为一直在凭感觉 而没有记录你的训练 那这里我给大家推荐一个 非常好用的APP 叫训技 这个不是推广啊 这是前两天我的好朋友 见只小课推荐给我的 我试用了两周 真的非常好用 大家可以每次练的时候 把组数和次数写上去 等下次再练的时候 可以根据这个 加一点重量或数量 这种渐进负荷式的训练 就能帮助我们突破瓶颈 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完整内容 这期视频相对比较硬核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给我点个赞哦 这样的话我会在将来 出更多其他部位的视频 视频最后我想说 对于天生股价比较小 比较瘦弱的小伙伴呢 增肌之路是长期的 这点我自己也深有体会 我稍微少吃一顿饭 自己又小了一圈 但是它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放弃 你可以的 加油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拜拜